好 第三题 来 第三题的话 这是网页的版 我拿着它当练习 来 第三个 请改为使用网页工作区 网页 好 然后呢 再来并调整显示比例 让工作区域在视窗内 能够完整的显示出来 并且把设计放到最大 好 所以它是工作区域的调整 界面的工作区域的调整 所以在右上角的这个位置 您点一下 然后呢 选择视窗 我看一下网页 好 所以就选网页工作区 好 再来呢 网页完之后 它要把所有东西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要到上面的检视 对 记得好 检视 然后呢 使工作区域符合视窗 这一个 点它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就可以下一题了 好 是第三题 好 第四题 OK 我们看一下档案 第四题 好 第四题的部分的话是 它要把网页储存为最佳化PNG24的档案 然后呢 文件要储存在预设的文件资料夹里 并使用预设的档名 同时 这一题我记得它那个两张卷都出 等于是一定必考题 就两张卷都有出到 就是必须好题 一定会考到的 好 所以到档案的地方 档案的地方 然后呢 这边选一下 转存储存为网页用 转存储存为网页用 点它 好 进来之后啊 它是整个 然后最佳化PNG24啊 所以可能会觉得 诶 这边又可以选PNG24 就这里啊 它是不是可以选PNG24 那最佳化这三个字在哪里嘞 好 最佳化其实本来就是了 看这里 这里就有最佳化啦 知道吗 它本来就已经是了 所以我没有特别去强调最佳化 因为它本来就是 除非你有不小心点到 不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就最佳化 PNG24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来就是存档 就是这个 储存 所以你就按一下储存 好 那它说 储存在预设的文件资料夹中 并且使用预设的档案名称 预设 直接按储存就好 储存 OK吗 好 这里 这里 这两题 来 试一下